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日呢 龚俊做了一个游戏直播 他与游戏直播主播的互动 暖心十足 与好友高秋子的玩游戏更是笑聊十足 直播之前还给自己征集游戏的ID名字 一身灰色格子休闲西装 剪裁得体 修身显瘦 拿着武器冷漠回眸 气势很足 很有架势 准备得很充分 现实确实很残酷 龚俊打游戏输出全靠吼 直播的时候很欢乐 唱歌能够给人带来欢乐 打游戏氛围也轻松 演员平时拍戏打游戏不是龚俊的强项 这次王者荣耀直播当中 赵云开局林刚六被网友吐槽狠菜 不争满气 争口气 直播完毕呢 气得睡不着 他半夜十二点过后 晒出自己的王者荣耀的游戏战绩 证明自己并不惨 闻闻后面几个感叹号 足以证明龚俊的气氛 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工作室准发龚俊的动态 趁老板快睡吧 秃头啊就更不好了 一场游戏直播 龚俊上热搜了 不愧是流量担当 影响力很大 龚俊高秋子直播 龚俊人才隐大 龚俊打完王者睡不着 三个热搜串联起来啊 就是一个故事 热红是非多 龚俊半夜打游戏 晒战绩上热搜之后 知名导演流星达弄队 不怕误导粉丝吗 龚俊半夜打游戏 难道不该批评吗 他就不能够看看书吗 他就不怕误导粉丝吗 刘星达的认证是导演 作家导演作品 有偏偏爱上你 触手可及的爱人 像清风云露等等 称得上是业内的知名人士 他的意思是 龚俊作为演员 半夜打游戏 会误导年纪小的粉丝 毕竟粉丝中有青少年 应该做好带头的作用 他的担心呢 无可厚非 但是正是无意小长假 搭带游戏 放松未尝不可 放假时间娱乐一下 没有不务正业 流星达阿婷 爱怼明星的 谁上热搜 或者是谁比较红 他会站在不一样的角度 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龚俊以前上热搜 他的吐槽不少 烟刺激烈 角度刁钻 龚俊一直低调 谦逊 演技提升 有目共睹 游戏直播为了工作 他一直努力上进 多年的角色积累 投入无数心血与汗水 才有了山河令当中的温克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